我跟警方说过了 一个都过后面了 嫌犯紧不中刀被送上救护车 袁警将他双手上铐不敢大意 因为他是一名通缉犯 先是拒捕和警方扭打 甚至砍伤袁警 自己也挂财 送医途中 袁警的手一直没离开手铐 就是担心嫌犯会有脱续的行为 家住南投铺里的张细男子 在新北市犯下了酒驾案 却因为未到案服刑遭到通缉 警方得知他躲回南投老家上门逮人 没有想到嫌犯不愿就犯 挥向远警 两名远警情急之下 空手夺白刃才将嫌犯制服 嫌犯送医后不发抑郁 疑似想靠庄雅躲避刑责 而两名远警空手夺刀 双手的刀伤缝合后没有大碍 拘捕的通缉犯就案未了又增心案 最后被依杀人未遂 妨碍公共等罪嫌 一送法办 记者林佳琴 王佩如 南投博道